一家七兄妹拿着借条称被骗 九寻老夫妇悄悄抵押养老房 接连败诉的干女儿又将如何收场 两个老两个活到现在就是裸空间最大 骗人多了都有点骗到她自己 详情请收看东方110 家住徐汇区的顾老伯夫妇如今已都年近百岁 膝下有七个子女可谓是子孙满堂 原本应该是颐养天年的阶段 老两口却碰到了一件令全家人都折磨不堪的烦心事 险些落得个无房养老的局面 就在2024年1月25日 老人67岁的儿子顾先生终于下定决心向徐汇警方报案了 直言他们全家人都让人给骗了 而当天除了顾先生外 他的几个姐妹也陆续赶来 称一个叫楚清的女子曾多次向他们借钱 几个子女中借给楚清钱款最多的顾阿姨 前后供给了顾老师的女子 对方五十三万元 而理由都是如出一辙 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 顾先生还带来五份法院判决书 分别涉及到老人房屋产权的归属 以及几位子女与楚清的债务纠纷判决 无偿官司 楚清可以说是常常败诉 我们看了一下2月1日的时候 法院就撤销了当时老人过户 给这个人的一个过户的一个申请 因为我们看了一下 他这个过户其实问题蛮大的 没有实际的交易 有没有任何资金的流水 想到一句老人就平白无故 就把这套房是给了这个倖储的 所以我们看下来就觉得 是蛮奇怪的一个事情 因为他这个民事官司 也拖了蛮长时间的 从2月1日一直拖到现在 对吧 他们觉得就是说 可能是有这个诈骗的嫌疑在里面 顾先生说 如果不是牵扯的金额太大 而且还事关老人养老的房子 他们是真不想把事情闹到这一步 因为楚清与父母已经熟识20多年 莫说是忘年交 就是叫一生甘女儿 也一点不为过 可如今楚清的态度 简直令人感到不可理喻 但就在顾家子女控诉楚清时 当天顾老伯本人的一通电话 竟然打到了派出所里 而更令人意外的是 老人对于楚清 依旧是交口称赞 当天有日老师有水亮 有小人正与老汉 我认识 这当时已经签了我 以为我 带着一六八十 那么我妈 我妈家做钞票了 那么你可能家 家家的钞票 我家的钞票 金陈记录 他家对他钞票 就因为他只是 没有报仇 那么现在搞好 那么别 如今 顾家人所有的矛头 都指向了那份 给老人购买的医疗保险 高达八百万元的价格 而且是经由楚清之手办理的 很快就引起了民警的注意 这其中会不会有什么猫腻呢 而相较于忧心不已的子女 顾老伯本人的态度为何截然相反 这些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 面对父亲的这般态度 顾先生显得极为无奈 直言老人已经被楚清给洗脑了 你一定要相信这XX的感觉 不过老人如此信任楚清 顾先生等人倒也并不感到意外 几个子女都已年事见高 五十出头的楚清就像是家中最小的女儿 可另几个子女万万没想到的是 就在2018年底 父亲竟然一声不吭地将自己价值四百多万的房子过户给了楚清 顾先生坦言 要不是后来有次撞见了过来看房的中介 他可能还被蒙在鼓里 听老人一说医疗保险 顾家人才回想起来 在2017年时 楚清确实跟他们提起过这件事 医疗保险 医疗保险首先它是针对银行这里的一个医疗保险 因为通过我们和银行这里的了解 基本上应该是不会有相关方面的业务 这是一点 第二点 它这个利率说会达到百分之十 这个远远超过国家这个标准 所以我们觉得它这个完全就是在说谎或者是骗老人 而且就是说 因为我们也叫对方老人提供 就是说你所有他提供给你的 比如说你签的合同 或者是凭证之类的东西 老人说他这里一份东西都没有 当时由于两位老人根本掏不出八百万元存入银行 楚清一边向老人的儿女们借钱 一边称会动用人脉解决这笔巨款 我可以先为你们电资 老人就觉得哎呀 这个钱不需要我们出 我们也可以想要这个待遇 同时如果说真的 这个电资方需要把钱要回去的时候 那我只需要把这个银行里存的这个医疗保险 来先拿出来就可以了 那老人觉得我自己也没什么损失 那老人就同意了 为了让老人彻底放心 在电话里楚清还称 自己的母亲也办理了这个保险 绝对不会有问题 不仅如此 楚清还煞有其事地告诉老两口 自己在该银行人脉颇广 且自己的公司也与该银行合作颇深 能够搞定很多资源 那我没有特别公司就不喜欢别公司 嗯 我就是等人家特别公司 我一旦就不认识到共享了 可不认识共享 那一个小姑娘呢 在家刷的东西 不在英尼山经过程了 新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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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疆 那这个英尼山是个政策 那这个英尼山拿着好 那些人说了 等你去特别公司 据顾先生等人介绍 在之后的一两年内 这份医疗保险似乎确实发挥了效果 不过时间一长 顾先生便发现 这所谓的医疗服务 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 但碍于老人的面子 再加上也不会有什么损失 他便没有多理会此事 更没想过 父母会为了这东西 搭上房子 得知房屋被过户抵押的顾家 他家人很快便上门询问处清 但对方却淡定的表示 当初垫资八百万的人已经撤走资金 之前从顾先生等人这里借来的钱 以及房屋抵押款都已用来继续投入保险 出于对储卿的信任 顾先生等人并未深究其中的原因 只要求他尽快帮老人办理退保后 取回这八百万元 然后将房屋产权恢复原样 并归还借款 如此双方便算无事发生 当时 楚清也信誓旦旦地写下了借条 以及声明 但令他们万万没想到的是 这最简单的要求 竟成了楚清信用他方的开始 三个月时间一晃而过 但顾家人预想中的结局却并没有出现 不仅如此 从楚清口中说出的话 也与他之前所描述的情况大相径庭 先是保险无法退保 紧接着就连当初存钱的机构 也从银行变成了他名下自己的公司 一趟那预众一六报复 大约会多人逛 还有几年人逛 大约没几年 打给删你了 银行变成了 别人然后要走走走走走到这个张医 跟这个新疆啊 则子坐这边 那他不要去坐 这个人在这边 这和他的样一样 人家在医助保复 保底是嘛的傻地方 弄上吃干 的老舟还在干 那预众一样 处青的种种举动 着实让一家人有些恼怒 对方明摆着是不打算还钱了 连续无偿官司下来 由于处青身上并无多少可供执行的财产 唯一的房子不仅被他给抵押了出去 而且还住着他八十多岁的老母亲 顾佳仁算是彻底没了折 最终选择了报警 他讲的电子房也好 这个银行的相关工作人员也好 我们都去找过 都没有找到他所说的这个人 完全就是他自己杜撰出来的这些情况 而且他名下的公司我们也查过 完全就是个空洞公司 也没有任正常的这个业务的经营 或者是盈利方面的这种业务 在初步掌握了处青的犯罪证据后 警方很快就对处青进行了传唤 当被问及为顾老伯所办理的 所谓医疗保险时 处青竟还在故作神秘 一样的有些人 有些人在故作神秘 有些人 医疗资源哪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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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人会说 我们在新党 我在哪里 我在哪里 有什么人在公司 你刚刚在公司 都在你那里 那真是在公司 我刚刚说你做这个什么医疑 我叫爸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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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叫爸爸 对于楚清这样的表现 顾家人早已是见怪不怪 在双方诉讼期间 楚清就一直向顾家人承诺 他正将房子改造成微型养老院 以此偿还欠款 国家对于养老院 有明确的严格的审核制度 个人是很难说 把自己的家里当成一个养老院 那几个老人其实说白了 还是出于对他的一个信任 认为只要你确实在做事 你有一份固定的生活来源 那么我们也认识那么久了 我们也不怕你跑或者怎么样 他自己其实说过的 这个业务他只是让他的母亲 在小区里面问那些老人 有没有人想来一起养老这种 他并没有实际开展 但时间一长 楚清所谓的业务毫无起色 面对顾家子女的询问 他所给出的回应也是愈发离谱 有没有人想去 有没有人想去 你叫老媽肥胖 你叫什麼 老媽肥胖都在講 整個宅宅 老婆去科羅德國的母子 我講了 我講我的照片 不要被人騎託了 如果被人騎託 我們要幫忙幫我吃醉 不要騎託 他不得騎託了 他媽媽出來 他媽說他被人騎託了 他媽媽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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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講我爸爸媽媽 我講公余女生 我講 公余女生 我講他媽照片 我講 你扭腿腦肚 他媽媽多吃 他就相信 時至今日 深陷淋雨的楚清依舊變成 他的公司有為老人 提供優質的醫療保障服務 我沒有跟他們 從來沒有跟他們說過保險 就一種保障 別忘了生病了 他前來先癌病了 我馬上給他去看病 沒有保住了嗎 這也是對他們一種很大的貢獻 明天保障暫時退不掉 因為一旦一旦加入的話 因為要持續地給他們 持續地不間斷地給他們提供這些醫療服務的 從我現在在外面是沒有任何的換換能力的 他沒有自己的固定收入 也沒有自己的固定工作 他所謂的這些資源什麼的 他其實騙人多了 都有一點騙到他自己了 他自己也覺得 我能做好醫療保險這個事情 他有去創辦一家公司 就是醫療服務有限公司 那我們了解下來這個服務公司 其實最多只能為他人提供醫療諮詢服務 他對這個其實也做不出一個合理的解釋 但他還是認為他總有辦法為他人提供這些服務 而經過調查警方發現 楚清曾經花費10萬元 在某健康管理服務公司購買過一些 預約醫生上門看病挂號的服務 用以充當所謂的醫療保險 他們享受了很優質的醫療服務 也想他們兩個老兩回活到現在就是我貢獻最大 每年吃高方眼 那時候小船不得了 後來吃了高方以後再也沒有小船過了 主要就是踩動腔補息腔 還舊債還有一些用於自己的高消費 他自己明顯有一張卡 有一個VIP的待遇 他把這張卡的待遇也就是說 嫁給到老人這裡來 讓老人體驗了一下 VIP的這個待遇 讓老人相信他所支付出的這個錢 他是有這個相應的回報在裡面的 從虛構出醫療保險的那一刻起 楚清便背叛了顧老伯給予他的信任 面對給他留足餘地的顧家子女 他又不計後果的將自己推向了絕路 目前 楚清因涉嫌诈騙罪 已被徐匯區人民檢察院依法批准逮捕 而他留下的爛攤子還遠遠沒有結束 儘管此前法院撤銷了房子的過戶行為 但楚清的多次抵押暫時無法消除 幾乎成了一個無解的難題 說這個房子雖然說老人現在可以居住 或者說所有權還在老人這裡 但房子裡面的現在的兩套抵押 是不能消除的 除非楚某願意把錢全部換掉 否則老人只能住在這個有抵押的房子裡 在老人走了之後 可能債主就可以拍賣這套房子 而相較於無法拿回欠款的顧家子女 顧老伯夫婦如今更是臥病在床 身心懼受打擊 然後又被勇者出現了 在這間廊所看到的 是從事件中的一群人 還不斷承銷行為 從事件中那裡 他不斷承銷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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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替銷行為 被勇者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